今天設計空間會參觀宏都單位 裝修費用了接近80萬 室內設計要簡約時尚 但又不惜家庭溫暖的感覺 設計師因應屋主的要求 特別在飯廳其中一幅長身 加設一個個大大小小的相架 給屋主貼上生活照 這個堅尼地城宏都單位 實用面積530呎 全屋裝修費近80萬 設計師的目標是 將室內設計融入屋主一家三口 室內要有家的感覺 傳統上中國人對食飯時間特別注重 飯廳的設計當然不能夠抹股 於是設計師在飯廳對開的一幅長身 加設了一個個大大小小的相架 設計概念都是以融入他們一家為大前提 加入一些溫暖感 有時家人的生活照 或者和朋友的生活照 可以放在相片上 有時就算有朋友來家吃飯 也可以大家談論一下 那時我曾經旅行 既有裝飾長身的作用 日後加添了照片 也可以為室內增添一份生活氣息 屋主希望有家庭溫暖的感覺 同時希望室內多一份時尚的氣息 室內用飾方便以黑、白、灰、啡為主 客廳這邊的電視櫃貼上灰色牆紙 櫃的頂和底部都加入柔和的燈光效果 下面擺放音響器材的儲物櫃就是白色的 而且是離地 目的是減輕貴身帶來的壓迫感 希望空間感可以充足一點 好像櫃一樣 我們都不做到落地 做回吊腳櫃 就是希望市的空間 地毯面積可以大增 希望感覺上房子做了 雖然足夠的儲物量 但又不會影響它的空間 皮製沙發就是黑色的 又在客廳這邊鋪了地毯 增加混亂感 客飯廳之間加了一幅屏風 一來可以分隔客飯廳兩個區域 而來都可以避免大門和客廳直衝的問題 希望用了一些通透的感覺 所以用鏡桿的物料 去做了這個位置 加一些幾何圖案 令到它有些立體感之餘 亦都可以有了那個屏風的作用 單位的廚房在客飯廳之間的走廊進入 旅屋主平時喜歡招呼客人來到家 親自下廚煮回幾尾 但由於原來的廚房面積不大 只有藥膜30呎 設計師索性將廚房和走廊之間的間隔牆拆走 改二灰玻璃拓門分隔 廚房本身是一個走廊入面的 我認為廚房和走廊 一來走廊很暗 廚房也很小 我把兩者之間的牆拆了 令到走廊就闊落了 廚房有一截空間感大了 再加上本來走廊沒有窗 由於我拆了這床之後 廚房窗的光線就可以引入走廊 當廚門完全打開的時候 走廊的空間都會納入廚房 令到廚房可以同時容納到更多的人 而且改動過後 可以做到粒字形的工作桌面和廚櫃 大大增加儲物空間 配合玻璃拓門的設計 上下兩組廚櫃都是以灰玻璃做櫃門 簡約得來又不失時尚 全屋有兩間房 有別於客飯廳 女女房以白色為主調 感覺會再簡潔一些 房間的空間有限 要同時放到書桌、衣櫃和床 無可避免要做升高地台 床頭旁邊加了白色的木條紙 這間就是屋主兩夫婦的房間 以深灰色設計 地台同樣加高了一級 增加儲物空間 床頭板配以黑色滿皮色面 由於單位近海 衣櫃裏裝油暖管 也是一個似乎將 兇櫃蝶蝶 我們ста 看看 小不 entre resse 感谢观看